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5日 今天看到海外的看中国网站 发表了一篇文章 谈到了这个雷军 亿万富豪雷军 搞了一次这个聚会 小型的聚会 现场没有马云的 于是这篇文章就猜测 马云在哪里 对这个有组织的一些活动 进行的一些分析评价 我认为这个非常有意义 因为什么中共现在 不是不自信的问题 现在是一种 从未有过的一种 就不安全感 就统治到了默契 四面楚歌 这个腹背受敌 看谁都是想把自己颠覆 所以肯定对 这个商业这些巨头们的聚会 那是恐惧上 加上恐惧 所以这篇文章讲说 阿里巴巴的 这个创始人马云等超级富豪 组建的神秘俱乐部泰山会 被解散以后呢 禁止小米集团创办人雷军 与多名商界巨头 神秘俱会的消息曝光了 但是 冷然站在风口浪尖的 马云没有露面 再次引起人们的这个猜测 这是网上的截图 给大家看一看 就雷军搞一个聚会 对我看好像现场挺热闹 人不少 这可见中共对这些 这个富豪们之间 这种饭局 没有办法杜绝 对吧 你只能适当的限制一下 你想全部给取消 不可能 中国人就这样 中国有些迎送往来 互相之间 你亲我亲你 坐到一起 还能光谈酒 谈吃的 不谈政治 谈了政治 你随不批评习近平 习近平搞这套 倒行逆势的极锁路线 就人人都是觉得 这个不认同 是不是 但是习近平不想改 只想进一步 加达这个打击力度 这个据这个陆媒报道 说是近日一张 雷军和李斌 李响 说李斌是 蔚来汽车和CEO 李响是 李响汽车CEO 何小鹏 小鹏汽车 还有王传富 毕亚迪董事长等等 就何影响在 互联网上 创开了 说由于这张照片 当中 寄送了 汽车领域的 注意巨头 有的人猜想 认为照片中的巨头 可能是小米 投资制造汽车的 合作方 有消息说 伦彦在北京 小米科技园 与王传富进行了 长时间的会谈 你像 像他们干到这个级别的 干到这个层次 有钱达到了 这个 一字号的 那肯定 手机都是 安全系统的 24小时监控的 你不能换多少手机 除非你不用 通讯工具 它肯定是重点定的 手电 身边早就给你 按插了 这个眼和蟹 小特务 你看表面 好像都挺好的 舔得吃吃喝喝 来来往往的 实际上 周末了什么 这个星期一星期二 都去开会去了 我这个过去在文汇报干的时候 这个那时候就特别幼稚的 特别热情 也经常请别人 那时候有条件 天天几乎就送过了 晚上都要请一顿 就来一些人 有些人天天来 老同学老朋友 你看都很热情 海阔天空 无所不谈 到后来被抓起来 入狱以后才知道 有些人就是特务 也行 安全 大连安全局的这个特工 表面身份也是 记者 很逃进 现在一想 本人这是 特别的单纯 幼稚 人都是这样 你不经历 这个灾难 怎么相信 就共产党的统治 是太厉害了 我跟你说 所以像这样的场子 我相信 特务不能少来 肯定有一些人 都是送送身份的 根据这篇文章的介绍 说除了台上 合营的五位人之外 台下意思说 则牵由美团的CEO 王兴 红杉资本 全球执行合作人 陈南鹏 滴滴CEO 成为万象集团总裁 卢维鼎等名人 有些人我都交上名了 我在咕噜寡人 人这个圈子都属于什么 这个富得流油的圈子 这个 这篇文章讲说 据了解此次聚会 实际上是 华侠同学会 第二 三十二次正式聚会 我看了这个都挺惊讶 习近平现在还留一个空间 我以为 泰山会了 习近平都抓完了 原来还有 那可见 他可能有一些 可能 已经安插自己的人 说不定 否则他怎么让他存在 共产党现在排他性 威仪性 公安党认为 你们不要搞团团活活 只有我们是老大 现在都是什么 习家会 除了习家会 哪有会 没有 我看这篇文章最后讲 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 很逗 他说 这个自由政治局 这几个常委这个会 其实你说错了 常委这个 你看谁了 李克强敢平常 找几个朋友 喝喝酒聊天 肯定也不敢 也是个人任何人不敢教我 尤其胡春华这样 是吧 如果他在胡温那个时代 还行 可能经常 小圈子里边 喝杯酒 这你想 这习近平的演个线 一大批盯着 习家军没事 你习家军 从福建 上来这些 自教新军 那肯定 经常 每个晚上 都会有聚会 我 我绝对 相信 但是你共性团队敢吗 实际上也个人不敢 这个问题就是 官场上就是这样 此一时彼一时 那么这篇文章介绍说 这华夏同学会被称为 商界四大顶级圈子一样 由在长江商学院 和中欧商学院 上过CEO的同学 自由组成 大部分是企业家 马云 马化腾 李延红 刘永豪 王健林 冯伦 郭广昌 李东森 柳传志等都是华夏同学会的成员 说每年聚会两次 轮流成办 每年聚会都有一个主题啊 以后就一个主题吧 就是歌颂习近平好 保着他让你开 你天天开 说今天 今年恰好轮到雷军作动 在本次聚会的议程中 有一项智能出行 智能汽车自动驾驶议程 讨论长达半个小时 说送过汽车圈里的肖马 智行联合创办人彭军 汽车芯片厂商 地平线创始人于凯 也是参会的嘉宾 总共为什么对富豪聚会 尤其担心呢 这个和川普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川普 过去大富豪竞选成总统 那你向对应的 就习近平一看 马云这么活也心想 你说也想玩啥 尤其是马云搞了一个 这个西湖什么大戏 当时他成立我跟他讲 我这大灾难啊 你想共产党在搞的党校 不但培养自己的体系 你看习近平为什么叫这个 陈锡坐在这个 党校的校长 组织部长 是吧 那就培养自己的弟兄 你在人家搞这么一个 党校的唯一的 这个黄埔军校了 你再搞一个西湖再搞一个 那明显给你打雷台了 搞个十几十年二十年 那不都是你自己的弟兄 将来你这个登高一虎 想者如云的 或者是将来中国民主化了 是不是就成邻居人物了 这西湖一看 你想一个人 他这个低能 肯定是特别的 怕别人生活自己 看气坏了 对不对 再加上这篇文章也讲了 去年是吧 在这上海金融峰会 这个可能是这个马云 我估计这个汇钱 可能喝点酒 我估计 酒后十年 把这心底秘密讲出来 习近平一看 你说我不先 用这个管火车站的办法 管飞机场 那可能大弄吧 对不对 一般来讲 这个五大郎开店都是这样 这条杠 你过了个杠 你就吓死了 是吧 你看习近平用那些人 基本都供的兵血缘 是吧 你为什么 这个有一些人 他那么信任 龚敏血缘这点 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 你上大学 你要考上来 基本都是精英的 是吧 那人家肯定是 这个不自信 所以这个 我认为啊 他这个 打击这些 民企业组织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动作 将来会 一次进行 足够的 不会马上 比如说刚才讲 这个华夏同学会啊 可能让你存在一段时间 过一段时间 可就完蛋了 这篇文章讲说 在2013马云承办的 华夏同学会 轰动一时 说当年讨论的题目是 十年的发展 以及 C 突避 未来的电商业态 而本次 隆一军 搞局的 就华夏同学会 却为一些马云的声音 马云我早就讲了 不是跑出去了 就是已经被卷进去了 软禁起来 给那个小房间 这个 这种生活本人都住过 一会儿就过压在 那个旅水 一个小楼里 那个楼 二楼啊 那个楼是一个什么 是个小饭店 一楼就是一个饭店 二楼是带那个栏杆的窗户 谁不知道那什么 就是监狱的 就个亚太那上面 每天四个人看着 两边倒 我现在想 这些恍如可视 旅顺口啊 连旅顺都好 这风景 就太平沟 这个地方 现在想 共产党这种监狱啊 这么讲的 一个城市里边 只有几十个 因为你想 他这个纪委部门 安全区 公安区 他都搞这种地方 所以这个马云我 现在很可能 就在这种地方 就上一次不是 露露面 让你教师节 发给我讲话吗 那个后背上 那个窗台上 不白了几本书 有艺术史 马云弄研究艺术史 你看就是 给他找了个地方 是吧 让他露露脸 来证明 没死 外界别造谣 还活呢 但是活了 比死难受 每天就是前字啊 共产党让你 把这个股份 转到 从A转到B 这明天戏转的地 是吧 就签字签吧 那个小建华 不是到现在没签完吗 是吧 我听说还得继续签 等签到零的时候 然后就给你放出来 像这吴小灰呀 在法庭上 人们在看到你 就是失诚痛苦啊 心底的痛苦 只有自己知道 这都是属于国家秘密了 什么叫国家秘密 也就是当官人 党大了以后 国家的丑闻 党的丑闻 就是变成国家秘密了 就叫什么呢 叫安全军人写句 我告诉我 叫限制执行范围 是不是啊 你看这篇文章 讲的有意思 说这个 说马云已经 这个被这个富豪权 抛弃了 不是 马云也是被共产党 抛弃了 对不对 你看这网上 今天这个截图 泰山会宣布解散 是吧 泰山会 你想那么大影响力 又起了这么年 泰山压的 共产党一看 你压我是不是 马上就解散 说马云遭整肃后 泰山会解散了 大陆媒体 2月23号报道 说马云 等中国民营企业家 私下组成的神秘组织 泰山会 一月正式解散 完成了 注销手续了 不可能让你存在 是吧 这个会是八八的成立 解散以前 有16名会员 说每个人都资质险恶 资历险恶 资本雄厚 包括刘川智 联想集团 四通 段永基 万童集团 冯伦 百度 李延宏 西远 控肯 林永强 段永平 拒陈集团 十一路 以及阿里巴巴 创办人 马云等 一人名声 大噪 不管你这些 说明 在共产党 这个地方 你所有赚的钱 都是共产党的 共产党 让你存在 存在 不让你存在 一夜间 叫你变灵 变了穷光蛋 还给你挂到大牢里 就是啊 你看那个 吴小活不就 107亿没收了 这个 判18年 后来又搞了 搞走了一些 总之 什么也没有了 关18年以后 出了什么样 你问他 你叫什么名 都想不起来 想半天 想半天 讲错了 共产党厉害 所以这都 这个整肃 一次整肃 别着急 你看这些名人 那些共产党 先想 我叫你们 再玩玩嘚瑟 先 慢慢的 宰杀 你下个宰杀 他觉得不太 好意思 你没看那个 那个 屠宰场 那个肥猪 就是 第一次排成队 今天宰杀一个 他吃不完 慢慢宰 所以 你在外面聚会 共产党肯定是 心里 不高兴 所以说 马云这次 这些成员 遭到 连分的整肃 似乎显示 就共产党 是准备 对这些 除了共产党 以外的组织 不管什么组织 都给你列为 什么非法组织 加以清除 头都给你灌起来 所以你看 大陆 叫门户网站 网易 1月25号 发表文章 说什么 2018年以来 有舆计 有舆论 把泰山会 比如说 明代的东林党人 解释 让泰山会的 处境 更加微妙 曾经是 泰山会会员的 马云 去年在上海 外谈金融 分会上 发表了 炮轰 中共监管部门的演讲 导致 麻烟 IPO 暂停 阿里 这个 内部整顿 震撼了 泰山会 这是一个典型的 就是案件 警司这些富豪们 告诉你 不要有了钱一个 你不知道姓什么 你的钱永远姓共 命都姓共 就共产党列 你看建国出的时候 共产党打下 打下上海以后 陈毅 当时多狂 晚上 闪个大山 问怎么样 今天有多少降落伞呢 降落伞的时候 就跳楼的资本家 地主资本家 你想那时候死了多少人 不都有钱人 就共产党厉害 后来经过洗脑 有些人就游行上街 把企业圈献给党了 公司合影 敲着锣 打着鼓 我听我爸爸讲 那我还是小 是吧 这个 共产党 这个 它是一个 本质就是这样 就是抢钱的一个 一个这样 一个政党 从来没有改变过 只不过现在变得 更加这个 办法更加狡猾和虚伪 先告诉改革开放 让你们赚钱 知道一定程度 以不忍先富起来 带动后友本人 最后陪你们 依次给你们摘杀 摘杀不要紧 没有韭菜了 从现在中 然后再告诉你们 发展吧 这个半壁江山 国有企业的 补充的最好的形势 民营企业家 自己人等等 忽悠定 等忽悠定 程度就开始了 翻炼了 所以共产党厉害 所以还是我们的老大哥 香港文贵报 原先老前辈 刘瑞少 讲得好 泰山会突然解散 和中共必有关系 因为中共担忧这群富豪 富可帝国 而在中共统治下 是不免允许的 不可能正上和义 必一定得有利于执政者 是不是啊 你看看这个 时事评论 上桑普讲得很好 泰山会是权贵 才能加入的组织 当年中共前统战部部长 令计划的西山会 解散 习近平敲响了 要整治权贵集团的警聪 那肯定对西山会 那习近平更紧提了 那是令计划 他对政敌的 这个钱袋子 那肯定才要收拾了 是吧 这个你看 他表示中共只容许 七场委是 唯一的兄弟会 富豪居住部 当然一个都不能留了 我认为 刚才我也讲到了 七场委 你干谁了 说你要立战数可以 你也搞个 马上搞个应酬 李克强的赶 也是不赶 芒芽恐怕也不赶 所以中国进入了 最至暗的黑暗的时刻 一切人都 一切是听命 金字塔顶尖的一个人 所以说中国的变化 就靠什么 靠共产党终结 终结以后就好了 所以民营业家不要整天沉醉在酒色当中 想一想 怎么能帮助中国民主的和平转型 那么今天呢 还把其他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再见